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孔乐队乐队成立之初 平均年龄还不足17岁 又跟唐朝乐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几乎每个成员到现在都一直坚持在这个音乐圈内 发展的轨迹不尽相同 却也精彩分成 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 反映当代青少年 在通往音乐道路求索过程的励志片 面孔乐队其实于1989年的时候成立 不过这个乐队是经过多次的人员 进出变更后才确定下来的 而且面孔乐队这个名字 也是后来更改的 开始的名字叫失去控制 面孔乐队名字的由来也是很奇妙的 大概1988年的时候 邓欧哥的父母和唐朝乐队被厮守张聚的父母 同一个单位 两人很早就认识 看大哥留着长发 觉得很酷 也跟着学起了吉他 张聚其实也很年轻 当时才19岁 但他身上有大哥的味道 小伙伴欧阳跟着学起了贝斯 那时候他们不过16-17岁 学了没两天 他们就决定自己搭班子组乐队 几个人在张聚的房间里商量 取个什么名字 张聚笋他们说 你们长得都这么丑 就叫丑陋的面孔吧 他们一听 还真不错 就用了 等到办第一场演出的时候 经纪人说这名字不好 不如把丑陋的去掉 就叫面孔 面孔乐队的名字就诞生了 据西乐队的第一任主唱名为侯心 其他成员 吉他手周凤林 吉他手邓欧歌 贝斯手欧阳 鼓手马克塔勒 在高原的回忆录里 面孔的贝斯手欧阳 早年是跳霹雳舞的 受唐朝张聚的影响才改完摇滚 1991年6月发行的《中国火衣》专辑里 收录了他们的一支单曲《给我一点爱》 对于当时年轻的他们 相当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面孔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前途的年轻乐队和唐朝 抄在乐队并列 被称为唐朝面 邓欧歌一身甩头发的功夫 就是抄在乐队的主唱高齐教的 不过很遗憾的是 在1992年的时候 乐队中主唱侯心和鼓手马克塔勒 相继离开了乐队 侯心在当年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手 后来也出过专辑磁带 在后来听说就下海当老板了 而马克塔勒就不用说了 后来组建了晚间新闻乐队 至今也是晚间新闻乐队的主唱 这期间好像据说面孔乐队短暂的解散过 欧歌和欧阳好像也是去了高齐的超载乐队 等到1993年主唱陈辉和鼓手胡伟才相继加入 这个时候欧歌和欧阳又回到了面孔乐队 而吉他手周凤林在重组后 并没有回到面孔乐队 而是组建了红桃舞乐队 当时红桃舞乐队的主唱 也是当年非常火的歌手高峰 1994年的摇滚北京二 收录了陈辉为主唱的面孔乐队的两首单曲梦 和《我无类》 1994年12月香港红刊 被厮守欧阳是何勇的被厮守 后来红桃舞乐队解散了 周凤林则又组建了周先生乐队 面孔乐队首张专辑的发行得益于一个重要人物的帮助 他在国内早期的摇滚圈里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张培人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90年代 张培人缔造了中国摇滚的短暂巅峰 但是此人不是张培人 而叫方五行 也叫方荣香 跟张培人都是台湾省的人 1991年受张培人之妖童到内地 在看了北京城隐藏着巨大的音乐潜力和商机后 回台词去点将唱片的职位 毅然加入到了滚石麾下 帮助张培人为唐朝制作了首张专辑《梦回唐朝》 也参与了黑豹首张专辑《无力自容》的制作 而这个方五行目前也是左小诅咒的御用制作人 当然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 那就是方五行离开魔言跳槽BNG唱片之后 面孔乐队因为中国火专辑的影响力彻底火了 方就把面孔挖走了 1995年 面孔乐队的首张专辑火的本能正式发行 也包括了港澳台地区了 关于这张专辑 必须要说的就是 唐朝的贝斯首张剧承担了大部分的贝斯录音 也是他出车祸前留存时间的最后作品 所以我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可以留心贝斯部分的演奏 那是张剧的首笔 这里就说明了面孔乐队与唐朝乐队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一年 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 是国产片冠军 无论是摇滚还是电影 是那个年代思想改革开放通发的年代 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再说当时面孔的专辑大卖 但是由于发行量与市面上的销售量严重不服 再加上版权受益面孔成员 并没有得到销量上的那么多 这就发生了当年著名的事件了 具体信息大家搜索去吧 后来过了很多年 大家对此事也都释怀了 当年的摇滚市场 内地也有不少的幕后能人 在推进中国摇滚走向辉煌 比如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 万里马王乐队里面的王 人称老哥的王新波 还有当年曾在1994红看 担任何勇的键盘手梁和平 这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有点扯远了 但是这些经历过 助推过当年中国摇滚辉煌的人们 现在都不是用老师来称呼的 有很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1996年 出完了首盘专辑的面孔乐队就解散了 面孔解散后 欧阳正式加入超在乐队 主唱陈辉独自发展 发了两张个人专辑解脱和陈辉 制作班底也相当豪华 2006年重组面孔乐队 欧阳归队 吉他手为袁寿仁乐队吉他手胡宁 后来年轻吉他手高宇彭也加入乐队 鼓手为年轻鼓手和颜 曾任名界乐队鼓手 师从王岚 2011年离队后 著名鼓手刁为加入 原吉他手邓欧哥在1997年 和袁豹家街43号乐队的鼓手山小番 以及被私手陈进组成一乐队 也可以交易乐队沉浸不久后离开 剩下邓欧哥和山小番俩人一块搞电子了 不久后 斗欧也加入进来 出了两张唱片幻听 雨虚 后来斗欧又开始和不一定乐队合作 那已经是99年以后的事了 邓欧哥还经一位高人点不厚 成为了制作人 还曾为王菲制作过一首歌曲 凭借一个老炮的地位 至今混的也不算赖 其实是个挺实诚的一个人 2016年12月 时隔20多年面孔乐队谐新阵容 兴取穷顶之下呼啸而至 2016年1月 面孔乐队新歌灿若新陈黄剑响版正式发布 当时这个歌出来就第一时间听了 真的非常好听 这是国药高光的时刻 那些非议者可以闭嘴了 2020年1月4日 面孔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面孔发行了 同时阔别30年专场演唱会在北斩剧场顺利举办 他们和扭曲机器的梁梁合作的战歌也是火爆全场 值得一提的是 白岩松与面孔乐队有着颇深的渊源 此前面孔乐队发布的新歌过客 由白岩松作词 陈辉作曲面孔乐队编曲 而此次发布的同名专辑中 白岩松更是作曲助力 2020年12月面孔乐队的新单曲2020上线 现在的面孔乐队的成员 其实都非常的自由 平时都各忙各的 有大型演出才聚一块 成立时间太久了 除了贝斯欧阳 其他成员均发生过变动 但是口碑还在 特别是主唱陈辉那瓷性的嗓音 听着都是种享受 2019年成军30年的面孔乐队 参加了当时非常火的音乐节目乐队的夏天 而他们在月下里面那一顿不插电绝对是闪耀的存在 但是最后也被淘汰了 真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懂什么 弄点电子嗨区蹦起来就是好音乐了吗 如果你们要喷面孔还是那些老音乐的话 你们有什么音乐能够超越他们 别拿自己的无知当个性 其实这让很多支持这些老牌摇滚乐队的人非常的寒心 已经迈出来已不了 却又被无情地挡在外面 他们可以享受着自己圈子的摇滚乐 没适合朋友聚聚 但是他们选择重回大众摇滚了 就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 还好这些老摇滚人心态已经平和了 面孔乐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 一直是老摇滚主唱的乐队 也是现在能够站在大众视野的为数不多的老摇滚乐队 我们像这些能够坚守摇滚文献 坚持中国摇滚的老摇滚人 摇滚乐队致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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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生的 记得曾经为你写过 记得你给我所有的寂寞 眼前总是念不亮你的 身后总是做不愿的梦 听下多少是谁看着你 没梦想太多见 我失去了前路的自我 听下多少赴金 名字不提了将来 谁又能变到更多 春夏秋冬 风华秋月 常常的街冷冷的 明明尽管成生活 试团念了人情 无所苦苦的 就罪恶的手 你自己去承受 能不能让我 也知道一点点 能不能让你 爱的呼应又呼吸 不要拒绝我 这可怜的请求 谁让你匆匆的懂 然后又匆匆的来 给我一点爱 让我站起来 给我一点亮 让我看明白 爱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在为谁而奔忙 你到底是谁 是不是为我而而来 我的胸膛 是你的当晚 让你烂头的心 能感到温暖 你的泪光 没有ид级 它 像中暑的温暖 模糊 我视线 indigenous 这是我的脸 非常棒 我得送你 Oh baby Oh baby We'll be fighting Oh baby I'm fighting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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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暖的岁月 拥抱荣光的一切 骄傲的灵魂 倘若星辰 让锋芒轻轻绽放吧 不可一世的繁华 浮光人影后 保持绚来